各位晚上好 今天是星期六 軍事行動 較早前我已經去了博羅番鄉下 去找雲吉 今年的修成都相當不錯 雜吉 吉氣滿元 也帶了幾位立法會同事一起去參與這個很有意義的工作 相當不錯 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個田園風味 去到這個吉園那裏 見到果石淚淚在一棵吉樹上掛著 隨手一身 然後可以搜到琴來拿到那個吉 立刻樹上熟的 放進口裏面 必有一番風味 然後拿著一把剪刀 一邊剪 一邊放在那個籃子上 這種感受 這種喜悅的心情 如果你不再長 你是很難體會 體驗得到的 相當不錯 每年我都是做這些混吉的工作 甚為有意義 給大家看看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已經預備了大抽了 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我老婆試過之後 她說這些吉好像酸了一些 但是 可能跟年紀有關 是不是酸嗎 是不是 OK 甜呢 就是因為你年輕的時候吃什麼都覺得很甜的 但是年紀大了一點 年紀大了一點之後 我不是我老婆 大了一點 我們的口味會轉 這一抽多漂亮 可以說叫做四代同堂 一坦有四個 這個也是 有四個 密麻麻 打在一起 今天去這個吉原 也是我上次預告 1月5日去過的時候 我就說22日會再到這個地方 好 三十多畝的地 種了有六七 六千 好像是三千還是四千棵枝樹 好啊 原主就留了幾行 那些吉是未下的 就讓我們自己去體驗一下 澤吉的那個滋味 如是者 我們 澤吉已經有成40年的一個這樣的活動 每一年都是這樣做這個工作 我覺得就很開心 沒有間斷到 試過有一年去到那個吉原完全是沒有吉 那一年就好像那些運氣 還有整體香港的情況 都是沒有這麼正斗 既然做開了 那就連年都做 既然是連年都做了 那就要做得開開心心 所以今天就照樣去澤吉 由早上8點半開車 去到吉原大概是11點鐘 在那裡玩 玩了一個多小時 多謝鄉親 多謝議員長和鎮長 他們一齊來參與 見到我們有幾位議員到場 他們都很開心 很歡迎我們多些回鄉下 然後 Meg完吉之後 就會這樣一齊村 井水龍村有一家人家裡就吃飯 做飯 大煙雞 苦果 lawyer 什麼叫做 善些雞 苦味喔 嘴 optimism 但測下去的肉令人嚼了 小點 這一種是鮮雞年紀 就是舊年新 不像我們香港吃的那些肉 很濃郁的 很濃郁的 濃郁就很好吃 那又試一下那種番薯 番薯等我看看有沒有 又有 OK 好美的番薯 這條番薯就是 本地番薯 本地番薯 非常之美的 相當不錯 看起來是 很吸引 我只不過現在就吃飽了 這些工人就已經是 煮了 你看看 紅肉 一會兒再吃一下 那又有 一些 美的芹菜 又有些 美的菜心 看上來那些菜心就好像 開了花 會不會老身一點呢 或者是纖維質素高一點 不會的 這一隻菜 它仍然都很軟熟 很好味 很亂 看起來就好像老 但實際上很亂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薄羅鄉下的農產品 相當之有田園風味 好 今天摘吉的工作就已經做完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麼呢 明天我的Letter to Hong Kong 在英文台裡 Radio 3RTHK就會早上八點半播 我只不過又講一下 在立法會裡面的工作 和展望將來是怎麼樣 這個展望未必一定會通的 譬如好像 這個 我希望法文裡面 be more civilized and more sensible 這個是一個 wishful thinking 我自己的 一廂情願的看法 能夠達到這個水平 或者他們真的會 比較是make sense多點 我想他們那種死性很難改的 就以昨天在財務委員會裡 就要通過開一個律政司的副 草耳專員一個位置 他們已經諸多挑剔以為 就是說你開這個位置 是不是要為23條來做準備 如果是的話 我就不讓你簡單講一句 A 開這個位置 是否和起稿23條有關 根本是沒有關係 B 就算是要做這23條 你又能阻擋得到嗎 and C 23條要立法的問題 除非你自己是漢奸 是不是 或者立心想叛國 或者是要挺而走險 要做那些事情 是法律上所禁止 所以這些人 他們的心態 就是很鬼 鬼拍後尾震 也都很不正常 想的思維也是 他經常罵CY就是CY 實際上這班人 他們自己思想 就是很歪 歪你 連篇 說話又沒有這個邏輯 又在說 你開這個位置 如果是 真是用來做這23條 為什麼你這個律政司 這個草擬專員 不能夠落落大方說 正如說 他已經解釋給你聽 他們不是政策科 只不過是執行 如果有任何政策 有什麼新的例子要做的話 他也是照樣去展示出他的專業的草擬工作 如果有命令 什麼例子 他都要去草擬 所以根本不是他們答說 是 還是不是 現在在手上有 況且他也是專業上的守則 現在不會亂講出任何 現在他工作裡面的內容 是什麼透露出來的 是不是 第三就是 他要 監人乃厚 勉強人於難 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通過 你可不可以承諾 將來開這個位置 那個副專員 是不會碰23條 簡直是離了大譜 你怎麼可以 要一個這樣的 政府 的一個部門 說 是 要作一個承諾 去 不做任何的事情 那個更是 剛剛跟我們的憲制裡面 有的責任要做 你叫他不可以立哪條 哪條條例 哪條這樣的事情 可想而知 這些 立法會的議員的質素 真是 可以說 尊重一點 叫做低B 低B 已經很尊重他 如果不是 這些人簡直是 橫蠻無理 強詞奪理 強詞奪理 不分不清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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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 那條條例 如果23條 要去做的話 任何一個律政署裡面的官員 都可以被調動去做這個工作 那為什麼你要阻撓23條 有些就說 香港人對23條很抗拒 那我就說 究竟 你哪幾個香港人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 作為應該 作為一個合情合理的香港人 是對這條條例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你說你哪一種的香港人 立心不良那一隻 是不是 所以這些也是 但是 在香港家書裡面 當然我就不是說得好 完全是 畫公仔畫出場 只不過也是 看一看 在National Anthem那裡 那些 如果受過教育 還有 有良知的 的議員 的人士 應該不會說出任何東西 來誤導群眾 將這個國歌法 是妖魔化了它 立國歌法根本和你的言論自由 是沒有任何關係 也沒有嘗試來打壓你這一方面 言論或者香港的行動自由 立23條也是符合基本法 這個也是1990年4月4日 拍了版之後定了一個這樣的格局 在97年7月1日之後 基本法生效應該要做 只可惜在2003年裏面 就未夠票通過 現在2003年 之後的已經有 16年了 還在說 香港人對23條是很反感 我不是很明白 是哪些香港人 麻煩你寫清楚它 黃碧雲就在說 我們有50萬人上街 那50萬人又怎麼樣呢 當時的氣氛和現在又不是同日而語 說到最盡 你另外有650萬人未上街那些算不算數呢 你那50萬人就是大了 又這樣說 況且根本現在 數5萬都未必夠了 所以它整天結了那些 所謂的假民意 去强詞奪地 這些是 是泛民裏面 每方愈下 每方愈下的一個質素 無論它是在公民裏面 或是在這個 民主裏面的陣營 或者在任何那些議政裏面的陣營 其實水平是非常之低落 難怪他們被人第一被DQ 第二呢 DQ完之後仍然都未能夠反省 繼續再被人DQ 那有些還是做 做了一些行為 簡直就是不堪入目 是議會裏面撞擊 議會裏面去搶東西 議會裏面去撻人的手機 什麼都齊 所以這些情況 如果以前來講 支持泛民有55%的選民 建制有45% 為什麼現在的情況會扭轉呢 因為很多人真的見到 他們的表現是非常之痛心和失望 如果你說理由的話 有質素的 據理力爭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千萬不要打橫來說 這個就是 我在這個 Letter to Hong Kong裏面 約略去評論一下 明天就是 今天已經是年二十幾 年初一好像是星期二 沒錯 就變成了年三十晚 明天是年二十九 我們就會去 放假去越南去威威 玩幾天之後 然後初三就回香港 所以如果是下次跟大家廣播的時間 就已經在越南的了 今天我就很快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 的回報的工作 我很希望 美好過明天 好嗎 祝大家明年 朱年就是 朱龍入水 朱士順遂 大家開心心 合苦 平安 也都是 身體健康 好 今晚跟大家說的 軍事行動 雖然是短 但是 就 送上這個 祝福語 在這裏跟大家說一聲 做透 好 拜拜 拜拜